大家好 我做這條片的時候是2021年6月27日 星期日 相信都可以同日去說這條片 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星期五晚上的Live 就說 星期六會出一個關於雙魚座 看到你眼都凸的Post 但是因為我昨天星期六非常忙 累 所以拖到今天 本來只想出一個Post 但是之後我發現原來我也有很多資料想再去分享和回應 就索性又做了一條片出來 但是首先在這裡交代我的劣食 在我做Live星期五那天的 其實我吃了什麼呢 在我的Live都有一點點的分享 就是以下大家會看到的這個東西 咖啡色下面那一棵是滷水汁 然後有一塊東西 有一塊咖啡色固體的物體 就是大家會看到一些綠色的裡面 那就是我大舊沒有做的 一些咸的葉蘿蔔 還有裡面有一些毛豆 那就是 應該是送粥 送白飯應該會好吃 但是我家裡就沒有這些東西 然後因為這片又是非常鹹 又加了滷水汁 所以我就覺得要加一些甜的東西在中和一下 所以就加了一塊月餅 OK 還有我看到我大概沒有那塊毛豆 才忽然醒來 咦原來我雪櫃都有些急凍毛豆 所以就拿了這個白色綠色的東西出來 他們是兩邊不同的毛豆來的 但是都是毛豆 那有些人所以之前就曾經在miv group出問過我 因為這些相片其實我在之前再分享給他們 那他們就說 哎呀你是不是吃一些髮毛毛豆 放心這些不是髮毛 是一些結了傷的 是的 因為其實在我的食譜裡面 which啊 粉絲是Wilford 是不是好像是Wilford 說他媽媽很想得懂我的食譜 是的 那就在這裡 就是公諸 公諸同好 那其實在我的主食世界裡面 我覺得這些顏色差不多 那些東西其實混在一起就沒什麼所謂 所以大家看到月餅 那些什麼滷水汁 那我大舅母的東西都是啡色 那所以其實沒什麼所謂 那然後呢 那其實我加了一塊月餅之後呢 都怕不夠甜 是的 因為我大舅母做的東西是真的很鹹的 OK 講多次其實本身是要送粥或者送白飯 是的 那所以呢我怕不夠甜去中和它之下 我忽然之間看到呢 大家這個膠盒就是 雪櫃有個房間撒膠 是的 我相信是房間來的 現在市面都不會有這麼多真實 那還有這個是我大舅母做的 我相信其實它是賣在一些 就是現在有一些撒膠糖的 裡面有一些芝麻那些核桃呢 我相信它是整熔了 這樣一坨給我媽媽吃 但是我媽媽又擺了很久都沒吃 那我就拌下去了 也是有一些啡啡黑黑的東西 然後我最後就送粉絲去吃 好 那分享完這個美味的食譜 現在呢就繼續講一些東西 是的 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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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是想分享 就是關於 那些什麼呢 水星應衡 後陰影期 那其實呢 都 就是 這個題目 講來講去都講不完 但我真的希望今次會是 最後去講水翼 因為太多資料 我不想經常在這裡 分享 那就無料期的 好 有些什麼呢 那 退款 對了 退款我之前 例如 記得我那個天蠍座的客人 去收到退款 然後我又收到退款 還有我想說 我這個退款 是收到一個來自交通機構的退款 OK 2月他欠了我一些交通費 他現在 今次的水翼去退回給我 OK 那 都還不是水翼的後陰影期 是水翼那時候正式的時期 那我之前都post過出來 然後看看現在有些 客人呢 都是收到一些退款 那我一早 在水翼吃 甚至是之前 好像是那個爆粗post 我都講過 是不是會收到一些退款的東西 OK 還有尤其是天蠍座的朋友 OK 那在這個農曆五月 有看那個雙子座的 呃 塔枝亂藍星座運勢 你們今晚排第五 你們就是最後那個post 記不記得 就是twins座的底 picture 那個 不過呢 那我都說了 咦天蠍是會 容易收到退款 在這個水翼的時期 那儘管看看你們有沒有一個 幸運 而最搞笑的呢 大家看看這段新聞 那 就話說 呃 法國 現在是不是有那個 歐 歐洲杯 歐冠杯 歐國杯 我不知道了 其實我不看足球的 但我就聽人說 就話說呢 在這個遊戲裡面 那遊戲呢 是呼應到 今次水星亦發生 那時候 金星是響雙子座的 我經常都說 金星是遊戲 玩具 那些東西 也都解釋了我之前那個 加董牛油卷的post 它有一個童年回憶的那個玩具 Anyways 就在今次這個 法國的杯 那裏 足球杯 不是法國 sorry 歐洲足球杯 就話說原來 這屆他們 就不會再找一個主辦國家 而是他們是有周圍的國家都會搞 聽說 那 如有錯漏 歡迎指證 但是我相信 這個籠統也是這樣 OK 然後就話說 有一個 嗯 match 是在 匈牙利的Boudapest去搞的 OK 那 是不是叫布達佩士 忘記了 對了 但是呢 話說 那個是法國 有一隊 就對 不知道哪個隊 那有些法國的球迷就想著 特意去飛去匈牙利的 Boudapest去看 但是 誰知道他們買KP那時候 他們買了Bukaris 那Bukaris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在羅馬尼亞的 那他們是去到那個國家 所以看看 水域 原來真的可以發生一些禁烏龍的事情 還有 還有 關於 交通事 這個就是完全一個超級大的 交通烏龍 那 話說話呢 以我想說 今天2021年6月27號 剛好 黨鐵的 屯馬線會開車 那 我不知道他們 是不是 叫找人去摘過日 那 這個今天 就真的叫做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起碼都叫做過了水晶疫行 是不是 連那個停滯期都過了 因為實際是 在 6月22號是停滯期 現在 都叫做過了水晶 但是 畢竟現在都還要做一個 post shadow period 後陰影期我講到 口都乾了 所以 又是 比上不足 如果可以 直成是去到 不知道是7月左右 好像是整個 連過了後陰影期 好像是去到7月左右的 那 這一條線 就應該會比較 沒什麼大礙了 現在這個時候去 開通這條線 遲些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真的 肯請各位香港市民 拭目以待了 然後 現在呢 是想有一些 小小的感恩 的分享 OK 其實一直以來 我經常做live 或者是 做一些 就算不同的片 都很多人在稱讚我 OK 例如 有人說 我成功非僥幸 我覺得這句是說得非常之對 尤其是因為我自己本人的升盤裡面 山羊又叫摩蠍座的那個 因素是很強的 我們叫一個星群 或者星序 Stallium 是的 我真的覺得 成功是 是真的自己去 很多東西是靠自己去爭取回來的 那有時候當然是會靠一個luck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太過懶散的話 正所謂天道仇勤 連天都不會給你那個luck 你一定是要付出了 可能是七八成 然後 然後天氣 就是 掌揚你 是不是呢 覺得你值得 那他再給多個 一二成 你 那你才可以成功 是的 我不是說去boss自己現在很成功 但是我真的覺得 今天都算是有一個小小的成就 其實我真的付出了很多的苦工 是的 真的做了 經常都在做很多的功課 是的 那當然 我也有一個心去為人 這個我自己自民都是有的 是的 收得不貴的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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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真的都不知道一個人去讚我 那大家看一下 這裡 又有其他人在稱讚我 那我都是非常之感恩大家的 那個 支持 和體諒 為什麼會說去體諒呢 有什麼值得體諒呢 就是大家看一下這裡 我當晚做完那個live 即是星期五晚 那即晚就有個射手座的朋友 都是太陽射手座的朋友 就在這裡回應我 是的 射手座很怕別人在這裡吹的 是的 其實他自己都是有做塔琳牌 然後他在尖聲學上 他都想繼續去精進 所以他都常常留意我的事情 那我也很感恩他看得起我的 是的 然後大家射手都會很明白 是的 很討厭被人吹 我不單止怕被人吹 我是直接很憎恨被人吹 是的 所以例如當晚那個live 就我所見 在livecheck那裡 都有兩個人 叫我趕快點 我早就說了 我是不會理會那些的人 OK 我解釋一下 射手座那個symbol是怎樣 即是那些尖聲的symbol 是一支箭 所以為什麼射手座又叫人馬座 不關事 當然是射手座又叫人馬座 但是沒有陰國關係 但是射手座 那個射是怎樣來的 射箭 箭是要做什麼呢 一支箭飛去雄心 OK 你中間那個過程不理的 總之我達到我的目的 就可以 所以我告訴你 如果在座有一些 老闆 OK 然後你有下屬是太陽射手座的話 麻煩你不要吹他們 其實你講了給他們 知道要怎樣做 他們知道了 他答應了你那個deadline OK 他就會交到貨給你 你中間吹他 其實你知不知你是很討厭 還有你會阻礙到他的進度 我告訴你 是的 那which explain 為什麼 喂我做那麼多功課 我就真的要把慢慢的功課 是全部好像交報告給你 我不是只是交那個結果給你 OK I mean 就是剛剛那個射箭的比喻 戰衆紅心 就是說 我最後我都會給到那個結果來的 我最後都會講到那個預言的 但是我中間的鋪排 就是我要展示到我其他 就是整個功課 那個背後的成果給你看的時候 OK 但是最後那個棄育 我當然就是那些預言 是不是 但是中間那些東西 其實我要給你看到那個過程 你明白嗎 其實我講一個故事 就是我當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其實這個故事那個高潮在哪裡 我覺得有兩個 第一個是巫婆死了 第二個就是王子石番公主 令到他起床 喂 但是你想一下以前迪士尼那部電影 就是那部電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什麼年代 其實呢 我看白雪公主 我以前是看那個 是不是叫LD 還是LCD 我是真的看過 最原本的白雪公主 對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是總之我是90年出生的 OK 那以前有一個 嗯 唉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我是看那個版本的白雪公主 然後 我沒有記錯 我最後是跳樓的 OK Anyways 我拿白雪公主這個故事 我先去做一個比喻 高潮就是巫婆死 還有王子石公主 你想一下 但是他整部電影都搞了一小時 是不是 你不會一部電影一來 就給你看一分鐘 巫婆無端端跳樓 跟著王子石石 一條公主屍 是不是 現在不是一個暴力自殺戲 和思辨的戲 現在是一個愛情的童話故事 明白嗎 所以跟我做的LIFE一樣 我不是跟你說完語言 啪啪啪 有比翼齊事 你說完就算 你中間你要讓我去鋪牌 所以我覺得 經常去催我的人 麻煩你要切身處地 去體諒一下別人的處境 OK 否則你經常去催我的話 是非常之一件不尊重的事情 所以在這裏 我又要再去感恩另一位客人 我想是在 是否星期五晚上 那晚 或者凌晨那些時候 他去找我 那我就在這裡貼一貼堂 因為我之前也說了 會公開回應他們 那就在這裡很感恩 讀一讀 暖男女真的很聰明 但其實我不知道 是男還是女 不過他說他做攝機 應該是男人來的 那我扮一下他的聲音 暖男女真的很聰明 聽完你再立即聽其他人 真的拔腿和牛腿 吹上騙時機 我相信他說的是時間 即是他說其他人吹上騙時間 你處著自自朱機 有內容有訊息 By the way 那個信字寫錯了 應該是燃字邊那個 即是迅速的信 不做餐廳做燃字邊 OK 其實你有份廣告 是不是 我當然有廣告 就算我現在這個 所謂的相遇姿勢 我這個這麼短的影片 其實我也是有份廣告在這裡 何況我的直播呢 我每次的直播廣告 我每次的直播廣告 都 即是用Microsoft 都有三四版 對 好 看得出有鋪牌 是真的 當然有鋪牌 對 還有 原來這個粉絲 他說自己是 之前的蘋果同事 也在這裡祝他 即是來一盆封信 不過他說他再是前前同事 即是前前員工 對 無論如何 但在這段影片順便祝福任何支持外帶蘋果的人 才可以看到正義伸張的一天 OK 繼續去讀一下這位朋友的回覆 就說 聽完你的語言 立即聽其他人 你人到沒有朋友 甚麼? 聽誰語言呢? OK Anyway 我覺得他最搞笑的就是 你嘴嘲嘲 嘴嘲 但他用了嘲嘲 這兩個字 還有他下面說得很好笑 我繼續讀 OK 就說 嗯 連哪一個嘴嘲嘲 其實都已經想說 你連這些都說到 請受小弟一拜 我之前說他會升文官 對 跟幾個前同事 他講出來 就只是有粒飯噴了出來 我覺得這位仁兄是 挺搞笑 而且他很肉緊 這位仁兄 如果你現在在聽的話 我覺得你很搞笑 即是 你說你凌晨三點半 都還在聽我的語言 我知道了 但你不需要 截圖給我看 好搞笑 真的 你在不知哪裏 截了一幅圖給我看 說現在自己是三點半 OK 但真的很感謝你支持 但還有記得 即是要早點睡 不要太沉迷 去聽我的語言 即是就算聽的話 早上下就聽 為甚麼要搞到這麼晚呢 又浪費電 又對身體不好 不過其實這番話 我都是告訴自己 因為我有時都會 三四點才睡 Anyways 好了 同時呢 我又很感恩另一位客人 他就在IG找我 對啦 心裡真的感到很欣喜 為甚麼呢 又是聽完Live 他那晚就在找我 然後呢 其實他是一個Page的Page主 以前就曾經說過 對玄學這些東西 不是很相信 OK 上次找我 大家看看 原來已經是2018年的事 但是在三年之後呢 他就在聽完我 星期五晚的Live 就跟我說了 暖男你好 我從以前不信到現在好信 辛苦你做Live 你星座運程 和預言我 每次追 其其準 多謝你教識我們上星星座 那個星是星期的星 真的準 我現在八卦聽其他西洋師傅 沒有人欠你禁精準 日期時間甚麼都有 高下立見 聽得出你有準備 其他人說亂 沒有了 甚麼時候亂 怎麼亂 沒有 大家漏了個字 沒有 得你說 我已經推薦你給我很多followers 真的非常感激這位仁兄 我知道這個Page是男性的 去做一些男性的服務 所以非常感激你 還有很開心我可以把人改觀 因為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我 很多元學的post 例如每一期的星雲 其實我最下面是有一些hashtag 我有一個叫做 是正信不是迷信 因為那些人經常說 這個叫做迷信 其實不是迷的 你相信那個觀念是正 這些就叫正信 還有甚麼呢 是正信不是迷信 運用得宜變喜順 是不是很棒啊這個slogan 又押韻又食字 還有一個就是科學也肯不圓學 因為其實你知不知道 我很害怕 有時候很多那些甚麼圓學節目 會在那裡 打翻 像圓學節目 並非精密科學blablabla 我經常覺得 科學就還科學 圓學還圓學 為甚麼要講到圓學好像不夠科學來 科學就好不夠圓學來 你明白嗎 其實根本是兩飯的東西 是不需要比較 不需要用圓學去攀附科學的那個standard 例如 日本東西 即是你吃刺身是吃新鮮的 你不會去日本東西 跟它說 喂 你這些壽司刺身不夠鑊氣 因為鑊氣是吃那些大排檔 你才要有鑊氣 明白嗎 大家的那個要求根本就不同 為甚麼要由一方面去攀附另一方面 所以這方面 我是很反感的 還有可以成功將人去改觀 其實我一直以來 都有時候 即是我一直都有幾個客人 那些圖案我還保持著 我遲些一次過分享 就是以前真的由不順到順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人生一個 比較小小的大成就 Oxymorene 我們英文叫Oxymorene 小小大成就 還有也都在讀一讀我的回應 就是我最新是那些 心靈雞湯虛無飄渺的 那些會亂 會變 即是鬼不懂得說嗎 即是你每一日 每一日你的身體 就算你的身體都在變的 你的細胞都在有生有死 這樣都叫變的 那你跟我說世界變 每一日哪個世界不是在變 要怎樣變 什麼時候去變 是不是時間日期 這些要有 這樣才是一些做預言 是正確的標準 而這個就是我覺得 大家都是要去去 try to achieve的標準 無論是任何 即是中西師傅那些 如果不是就會經常 很多觀眾會覺得 其實玄學師傅在那裡吹水 好 其實當晚 或者我不知道 禮拜六 除了一些讚美的回應 都有一些是有關我預言的回應 例如 第一個 可以看一下 有個粉絲就跟我說 關於 crypto的事 其實 那晚我有沒有說crypto 我好像沒有指明到 說crypto 但其實都是可以關事 為什麼呢 因為 記得我講過一些外幣的東西 是不是 一些金融的東西 當然 很多crypto 現在都是外幣 是不是 它不是本地的 currency OK 還有記不記得我講過 一些科技 因為是跟土星 天王星 和水平座有關 記不記得我最後講過 漁川十月風暴 OK 所以如果這些東西是 弄到crypto的 OK 是非常之 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 多謝這個粉絲 去 給我多一點點的提示 OK 另外還有這個 噔噔 那就是 那晚 又是凌晨了 對 就有 朋友說 唉 你們自己讀 我現在 我又喝一口水 這個時候你們慢慢讀 或者你們 pause 我的 screen 好了 那就是 嗯 那可能會發生 一樣這樣的事情 希望大家 做好心理準備 那wish呢 這麼巧這個朋友呢 這個是我自己認識的朋友呢 他是雙魚座的 那 雙魚座就是 剛好講醜禁 那就是我那一天呢 我那一晚的Live 不是說 遲點會出一個有間雙魚座的post 看到大家眼都凸 但不是這張圖 不是這張圖 只不過我是覺得很搞笑 因為我剛巧有個雙魚座的朋友 也是說一些關於酬感的訊息 但是 最令人眼凸的東西 在哪裡呢 我待會會表演 而我在表演那個眼凸的資訊之前 我做一個最後的回應 那 在 我不記得 星期五還是星期六 總之是做完Live之後 也有另一位朋友在Facebook找我 怕又是讚我 然後又說我教大家去看上升星座 那些事我也講過 尤其是他這裡也講 如果是上升度數很後的那些 有時不妨聽下一個星座 然後我很感恩大家的支持和愛戴 你們會懂得去感恩 我真的叫做什麼呢 會教訓人 正所謂是其是非其非 其實不單止我講Live 我都說了 好的我見到會講 不好的我都會誠實講 還有我有時做星座運輸也是 我見到好的會替你 但是見到你們有不足的地方 我都是會直式其非指出來的 不會哄人 這位朋友的反應是非常之對 OK 還有就 也都回應一下 我現在暫時有沒有開班教 大家看回我文字的回應 但是我很想 忽然之間很感恩 就是他提了一件事 就是不少人道是龍才 如果那晚有留意 即是那晚有真的在看直播 不是事後重溫的朋友 都會知道 咦 在Live Chat有人在搗亂搞搞陣 是吧 那 當然其實會有一點點不開心的 是吧 OK 但是 這次這位粉絲 他在最後提了我 不招人道是龍才 我覺得 這是真的 即是有時如果 我是直直無名 沒有人 根本就不會走人來 在那裡搞搞陣 對不對 所以 阿Q精神去想這件事 去正面思維去審視這件事 其實都會令到自己開心些 OK 不過其實我最後呢 最後最後 你問我現在還有沒有不開心 還有沒有生氣呢 我又沒有了 真的 因為 最近 當然我 是受了三龜依 還有呢 我真的想 昨晚 即是 27號 星期日的凌晨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post 都會知道 因為我剛好有個粉絲 就分享了適原居士的一些片 是笑中有唏噓的 那我亦都忽然之間 就是再realize 都一次 其實 有時別人在你面前犯過錯 但其實這個是你一個修行的好機會 你是應該把那個樂園去轉回善緣 OK 還有 初過是別人的 但是 這件事其實是自己的業務來的 這個因果是自己招回來的 OK 所以 我覺得現在這樣去安慰自己 我會沒有那麼生氣 還有忽然之間 我很想跟 即我現在不是sarcastic 但是我那晚 例如我做live chat 我是block了一個人 他在那裡搗亂的 他叫Bosco Won Bosco Won 王中澤 OK 那我那晚我是 用了一個俗語字 在那裡說他很L fan 那 即我現在都 即作為一個佛弟子 我覺得我不應該這麼衝動說這回事 是的 還有 我會想跟他說 即我現在我沒有再生氣你 是的 我寬恕你 還有 如果我以前有什麼得罪過你 而令到你不開心的話 我希望你都可以去放下這個怨恨 OK 我希望我們以後的冤結是解了 OK 然後你以後再來踩你場 當然我會照斷你 OK 但是我不會再有一個生氣的情緒 還有我不會再去斥罵你 是的 那這個是我很多謝色源居士的那個 即剛巧一個善知識的分享 另外現在很多東西是放下了 那當然還有最後呢 也都要是多謝我的一個粉絲 叫做Wong Gigi 那就介紹了我看色源居士的東西 好了 嗯 到最最最後 真是這個眼都凸的東西 大家看看這裡 這個話說是有一天我在Facebook 即是我的News Feed 無端端見到 是講一些粵劇 OK 這裡在座有沒有人是唱大戲 或者會看大戲的那些東西 那就說呢 原來他們有一個道具 就是那些 即是那些 以前那些犯人 大家有時候看古裝劇都見過 那些囚犯 就是要在座板上伸個頭出來 和伸兩隻手出來 OK 那就是那些叫家 對了 blblbl OK 還有一種 專為彈角演員使用的儒家 此道具源自京劇 以雙魚為文色 嘩 我見到之後 我是嚇到飛起 即不是嚇到飛起 我是震撼到飛起 原來雙魚主彩 即是這些 那些 囚獄之災 以及囚禁的東西 OK 古今中外都通的 因為當然 如果熟悉西洋占星 就知道 其實雙魚就是主作這些東西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在京劇都會有人想到一個這樣的 即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這個想法是怎樣來 我真是猜到猜不到 其實再再有沒有人熟悉 即是中國歷史 或是戲劇歷史 可不可以說到 為何他們會想到 是用雙魚去搞這塊這樣的東西 我想說 這個是否真的看到大家眼睛都督 是古今中外 其實尖精是來自古印度尖精 然後新人尖精很出名 當然中國我們是有七勝四魚的 OK 但是 即是去到藝術裏面 他們都會用了這個概念 你說這件事是否真的看到眼睛 OK 現在話說回來 我繼續去講一些 關於雙魚的事情 即是之前木雙魚 五月中去到 是不是五月十三 去到七二九 有沒有記錯那個period 好像是五一三去到七二九 沒有記錯的話 你們去看 聽回我星期五晚那個live 我有講的 那 那大家記不記得加拿大發生了很多什麼事情 說很多是那些什麼原住民的學校 找了很多以前那些原住民的屍體 即是其實他們以前是受到那些種族壓迫歧視 那 雙魚又是講這件事的 雙魚是講那些被遺棄被遺亡被壓迫的群體 OK 他們現在真相大白會曝光 會得到support 即那個正義會得到伸張 OK 所以很多的這些事情是會給大家重新去正視 其實這個都是非常之木雙魚的事情 OK 那所以我現在最後給大家一個positive note 那當然我星期五晚的那個live都說 啊 即是木雙魚 因為 五一三去到七二九 這個是 木星 小事牛都入雙魚 然後他之後會逆人回水平座 那當然這個時候其實他已經是帶了雙魚的力量 但是到今年年尾 12月 不知道二十九三十號 基本上你當下年一月 OK 到下年整個2022年 就是真是木雙魚 王盛的一年 他正式真是順行向雙魚座 木星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一個prediction 就說他下年可能會有一些擴建監獄啦 或者是教一些下令營給大家集中去再教育那些friend 但是如果按一個positive note 同時也都可能呢 監獄的一些福利是會得到世人的正視 OK 其實說真的 早前真的也是在目相遇自己 那些人經常說 監獄很不知過熱啊 沒有通風啊 那這些東西其實不是上報紙的 有些人說要去改善的 其實這個是我們可以去正面一點看 這個木雙魚代表監獄囚禁的一個perspective OK 如果不是說會帶利監獄去大興土木 去興建很多的監獄或者下令營 也都可以是說 這些有關監獄下令營的事情 是會得到很多人的注意 OK 例如他們這些裏面那些受壓迫的群體的那些複製 是可以受到注意的 OK 那就是 這個就是我想給大家提一個最硬特的訊息 就是說 咦原來占星學真的準到無倫非起 可以 最後呢 也都 給大家多兩個資訊 第一呢 其實我就是compile了一個最完整的一個playlist 就是我歷來做的所有的預言 那現在呢 大家看看這個screen 就會見到這個playlist OK 那所以如果有些什麼是想重溫 包括全球華人只需知道的三個預言 或者是 那這個2021下半年人人看路呢 都是可以很簡單 入這個playlist playlist 就在這裏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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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還有我想說 這個日子前前後後呢 那大家可以 那大家可以 就是打醒12分精神 OK 那最後就希望大家 是 福慧珍掌如意吉祥了